我每一次來 我一開始都是跟你們買 我大概要回張後 買個兩盒三盆 我沿路就吃回去 慢慢吃回去 開車就是這樣 做那時候的假仙 在八八之前的假仙 人潮 人潮就是錢潮 人潮進來的情況 不滿您說那時候 八八前應該說八月 我母親在三月中旬過世 然後我們休息到四月一號 四月一號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這四個月 大概是達到 生意上的巔峰 我嚇死了 生意很好 也許是我媽保佑啦 但是我們覺得說 整個人潮各方面 來的非常多 那一年我觀測到一個 非常特別的情況 其實一般在冬天 是南橫的旺季 登山客多 為什麼?因為不太下雨 然後 遊客非常的穩定 我們那時候大概每年 我們看的一個分水嶺 大概就是每年的清明節過後 然後開始梅雨季節 開始落雨了 路 山頂的路拍影 登山客少了 觀光客減少 八八那一年很特別 清明節不下雨 也沒有梅雨 所以我們到七月 還一直在做登山客的生意 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七月啊 還看到那種遊覽車 中巴 然後帶了一堆 北部中部的登山客要 上南橫 要去爬啊 南橫傷心 真的不錯 第一次可以做登山客的生意 竟然可以跨過清明節 跨過梅雨季 一直到 七月到八月 八月八號 我沒記錯 大概八月五號 的那一天 雨開始下 我們有吹烏龜 一道吹四省 我們弟弟說 哇哥為什麼 怎麼會落空呢 我說不會啦 氣象局都說 這個是諾拉克什麼 虛胖的颱風啊 可能一天就結束了 沒關係我們烏龜吹 所以明天來賣 結果沒有想到 就大概八月六號 七號八號 就 出大事情了 那個雨下到 一般我們印象中的颱風雨 可能是幾個小時就結束了 但是我去八八 那三四天 雨沒停 落到大家人心惶惶 然後我已經停電了嘛 水也停 電也停 電視也停 然後到後來電話也停 你不曉得我這裡 而且玩家 跟外界完全隔離 玩爸爸煙鬼必須 三公司我命說 整個跟外界隔離 奇怪為什麼雨連續下 兩天三天下成這樣子 八月八號那一天 大概 是最嚴重的時候吧 那時候 那時候 我父親啊 我父親那時候是鄉長 然後他就是 那幾天也幾乎都沒睡 然後就一直開始 一個小小的鄉公所鄉長 自然在地方好像聽起來很糟糕 喔 你鄉長 但是事實上你真正發生像莫拉克那個災難的時候 你鄉長 指揮警察指揮不動 指揮消防隊 跟消防隊的關係很好 但是你就是指揮消防隊 跟義消 還有賈賢的救難協會 打起來可憐 而且義消跟救難協會很多人還是 但是身分還重疊 就幾十個人 八月八號那一天 電話我沒記錯 電話應該還通 室內電話還通 我接到人家求救的電話 我趕快打電話給我爸 趕快找我爸 晚上十一點多 我爸也沒睡覺 他說 我知道我知道 我要派人去救 然後趕快就出門 騎摩托車去找我表 給我表 那時候是消防隊的一個小隊長 他們趕快再派人在賈仙的中原 中原路 就是賈仙往 騎山的路上 路邊 那時候整個男子仙溪已經都 都滿意了 都滿出來了 然後比較 住靠近 河邊的居民 全部都被困住了 那一天晚上 如果沒記錯大概是 就是用那種 橡皮髮 亂七八糟那樣 大概救了一百七十多個人 然後大家認為都沒事了嘛 八月九號一大早 我爸已經在 在 西邊在巡視了 然後突然是 賈仙救難協會的 隊長他說 危險 為什麼 原本男子先吸 萬馬分騰 下水都是滿 滿的狀況之下 突然之間吸水 變少了 所以那個就是那時候小林村已經被滅掉 那時候整個 線路山滑下來 把男子先吸給擋住了 但是賈仙到小林這十四公里的路 基本上樓長寸段嘛 都沒有辦法通過的電話 行動電話都不通了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廣播用人力的方式 一直要求沿岸的居民 那一條叫中校路 我們這條叫中正路 他要求中校路跟中正路的居民 中間這段居民 全部側上來 因為他們的經驗 告訴我 告訴大家說 山上一定形成的燕射 然後如果他爆掉的話 怕這個吸水會衝到市區 所以那時候人都側上來嘛 然後沒多久爆掉了 吸水下來 就是後來 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一些影片 有沒有 什麼賈仙牽手橋被拉斷啊 就在那時候 就整個巴巴風災 那時候發生真的是太多事情 小林村也是非常大的遺憾嘛 因為 大家都說越獄飲水啦 然後還有說 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傳言太多了啦 包括那時候還說什麼 有人 開客運車 然後 救了居民 然後要跑 跑不掉 我大概在巴巴風災過後的第四天 第五天 我就進到裡面去 開著一台四輪傳統的車 然後載著我朋友 我們到裡面去看 然後我那個朋友 他們 全家大概都死光了 然後他就去山上看 然後 而且 他也得到了第一手資料 因為他在半山邀有一個公寮 小林村大概第一時間 滅村的第一時間 有 住在比較靠近賈仙這一邊啊 大概有 四十多個人 他們在第一時間 山崩下來的第一時間 沒有壓到他們的房子 所以這些人就拼命逃 往比較高處逃 然後我朋友在半山邀有一個公寮 他們就躲到公寮裡面去過了第一個晚上 因為他公寮裡面還有裝攝影機 還有備用電源 所以都有拍下這些人 很慌恐的樣子 那時候傳言太多了啦 我覺得啦 然後 整個 八八豐災對這邊的影響 應該是 心理上面的影響比較多 你看人 人一下子賈仙才 不到八千人 然後突然之間不見了五百個 然後 他後面又因為 有些人不想再回來這傷心地方嘛 然後 大概 目前就剩下大概六千個人左右 人都跑光了 心理創傷 就從那個 小林滅村 然後到那種恐懼 然後 後來的心理障礙 很大 因為你看不到未來啊 八八豐災 就像我剛剛說的 豐災後 像我們做生意的 第一個 員工一定是無薪假嘛 你完全沒有生意進來了 然後 當然我後來覺得無薪假是錯誤的 所以我 我 當老闆 其實我 一發現這個東西不對之後 我們馬上就做修正了 我們試著 像我這家店來講 就是大概在 風災過後半年的時間 我們 做了很多方向的調整 其實以前發現 八八風災 來臨之前 南橫公路為賈仙帶來太多了 因為 本來是一個很單純的農村嘛 大概四十幾年前 南橫公路開通 然後 我們都開始轉型嘛 去以觀光為取向 所以這三四十年來 大家都習慣有南橫公路 然後習慣遊客 若一不絕地來 可是發生八八風災 大概就是 把你全部都切斷掉了 因為 不只是說小林村這邊 滅村其實 南橫公路裡面也是樓床刺斷嘛 那導致說 遊客觀光客 沒辦法進來的情況之下 沿線包括說 從 浴井啊 賈仙啊 寶萊啊 桃園啊 然後我們再一路到 到台東那邊 我們觀山池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就是大家原本都是吸 南橫奶水 然後突然斷奶 你沒有奶可以吸的 其實大概經歷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讓大家 看不到未來 不知道怎麼辦 不曉得何去何從 然後像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大概在 我大概用半年的時間 徬徨了半年的時間之後 其實我 我覺得我這邊 爬起來的時間 比較快一點 因為 我們想法就是 遊客不進來 那我們怎麼樣走出去 我怎麼樣 把我製造出來的東西走出去 我 因為 我不希望員工休太久 因為大家都有家庭 你說 你說修個無薪假 幾個禮拜一個月 可能還可以接收 你當他兩三個月沒有工作 糟糕了 他連家都養不活 可是當你讓員工回來的時候 總是會做出一些東西出來 那這些東西怎麼辦 遊客不來 那我們出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一直試著把東西 往外面送 然後 我們也去強化我們東西的 內容 去講話一些笨子 然後 往外面送 而且 嗨 而且我覺得那段時間 其實外面的 人 對 賈賢 就是對整個八八受災區的 這些人 他的接受度還蠻高的 他們會認為說 你們需要幫忙 就包括說我們 我們碰到一些工部門 也很給我們機會啊 包括高中市政府啊 然後我們台灣高鐵 甚至有一些百貨公司的主管 他知道 你這種假件過來 沒問題 你到我們這邊來涉灘啊 你 所以我覺得 我們 我們家來講的話 走出來的時間很快 對啊 所以就還好 因為你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的 有些如果 比較有年紀的 碰到這個情況 就少了 會很慘 我記得 開會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 難橫斷了 我們大家 最 最賴以為是難橫斷了 當然 這對大家的打擊很大 可是 我覺得 我的心態 調整很快 我那時候 跟商圈的 這些 好朋友們開會 跟員工開會 我也跟他們講 我說 我們的目標 應該把它調整成 如果 南橫 永遠都不通 我們 要怎麼做 然後過了八年了 我覺得我這樣的調整很對啊 你看 你如果那時候一直在等 南橫通 南橫通 等了八年了還不通 什麼時候要通 你也不曉得 然後 說實話 人生有幾個 八年 可以讓你等 小孩子出生都念 國小二年級了 所以 我們在那時候 就已經調整成說 南橫不通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繼續走下去 那我也發覺 這個其實還蠻正確的 因為 土地的修養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快 你看 八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 碰到非常 非常多 長官或者是居民 對南橫 有那麼多的期待 像我那時候常常碰到 毛治國 他晚上我要關門的時候 他 就帶了一個水護 跑進來 他爸要吃個冰果 欸 部長 我說 他會找我爸嗎 你爸睡覺讓他去睡 我要上山 他說部長 你南橫不通 跟他抱怨一堆 然後 我覺得我還蠻欽佩他的 也許大家對他評價不一樣 他也跟我講 他說如果我不想他通 我為什麼四五點 台北開完會 然後現在 八點多出現在甲心 我要上山啊 我要去看啊 我要去了解 那在那段時間 我至少這樣子碰過他兩三次 我覺得 感覺是有真的想要做點事情 但是 大自然給我們的 也許大自然也要收回去 我們覺得花八年的時間很長 可是對大自然來講 他們可能要十萬年 要百萬年才可以 恢復 這個我們實在不曉得 我們也看不到 就是這個樣子 人 人一直在努力 可是如果大自然 他不讓你過 也是沒辦法 也是沒辦法 以我的立場 當然希望南橫趕快通啊 可是真的通不了 不要去勉強 大家做 大家本分該做的事情 因為你這樣的 想法跟做法 是很正確的 像我們台東熱氣球 很多人想 熱氣球很好 所以他就 開了很多電話幹什麼 他沒有想 如果沒熱氣球的時候 看他要怎麼活下去 如果有這樣設想 他就會開發周邊的 包括那些來源 客員 他就會先去 做開發不同 萬一沒有的時候 那他是以後 可以可償可選 一般都是沒有了 才會開始想 我們那時候 從小到大 一帶南橫 怎麼想 都不可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路會斷 那正常吧 因為 因為南部橫光公路 我從小的印象就是下雨 我父母親就告誡遊客 不要上去 說 這邊 睡死啊 弱死很多 不要冒險 然後 你只要 我們家還是清南客運站 以前的台氣 就我們家 現在 還是車站 那時候司機要上山 我們都知道嘛 一下子 司機折返回來 寶來 對 路崩了 很大了 我不會過 可是 你只要聽到 路不通的消息 大概一兩天後 就通了 了不起 一個禮拜就通了 然後你看 南橫這樣子八年 倒是 前所未見 啊 開通了四十年 就是八年五分之一的時間 是不通的 是 就只有這一個時間 因為上個禮拜 那個 東端那個端長 他已經離開關山了 在北東 他就說 這就是他人生裡面 最大的衝擊 再怎麼想 也想不到 以前就是 那雨就下了下了 就斷了 池斗金一斤 大概一兩天 也就OK了 多一點 一個禮拜好不好 也沒有到一個禮拜 結果 橋被沖掉了 路整個斷掉了 就搞得 越糟 你想像不到 工法 我覺得施工工法 當然我們不是工程專業 只是說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歐美國家比較先進的國家 其實像 像碰到南橫 這樣的高山地形 很多都是用隧道 下去做施工 然後 但是就我們知道 整個南橫的山 其實是非常的 脆弱 像剛剛跟洪老師 談到越獄飲水的問題 然後 我還碰到 高映大的一個 同步系的教授 我們有稍微 還有碰到一些水利人員 我們就有稍微 聊到 他們講的其實非常有道理 他就反問我說 你看喔 我們台灣從小學 學都知道說台灣是高山嗎 一下雨 水就跑到大海去 那我們的水要從哪裡來 當然是水庫 水庫把水存起來 然後 要用水的時候就會水 可是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我們全台灣流域最大的高平溪沒有水庫 高平溪上游就是南紫仙溪跟老農機 為什麼沒有水庫 所以我得到 他這樣問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給我答案 他說很簡單 因為你們這邊的山太脆弱了 整段都太脆弱了 今天水庫蓋好之後 水庫沒事三倍水給擠破 所以 為什麼會有越獄飲水這樣的工程產生 因為你們這兩條吸水墟 我必須要把水儲存起來 但是不能做水庫 所以才會做越獄飲水 要把老農溪的溪引到增溫水庫 然後把 我們這邊南紫仙溪的水 引到南化水庫 就在這三下 那時候已經做了 我這樣一聽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 水利有他們的想法 山太脆弱了 所以你說要做隧道各方面 我覺得 在工程上面可能會有很大的 現在除了工程 因為我有問過關山 像大關山那個大崩塌 很少有問 如果只是做隧道 我就說因為它的坡度太短 隧道的坡度最多整個到百分之三 那你如果 為了要符合這個百分之三米 就變成要在山裡面繞 繞 再加上剛剛你講 因為我整個觀察 整個南橫的山 幾乎沒有那種 岩盤很堅固 都是繞山 繞山 所以這個才糟糕 就是包括做隧道 都有相當的困難 就算要做了 都還有相當的困難 所以這個才是真的 然後路又太小 那個 那一種 那一種長跨距的橋樑 也沒辦法做 你沒有辦法 那麼大的基距要先進去 才有辦法 那三十米的 二十米三十米的 一段一段 你進不去 所以 現在才這樣 才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 我這次 我等於是在撿 包括西段 上次那個 直接完全封斷 到快股 我就是把這個列進來 我比較 請向你引導大家 所謂的 那些地方就是 開挖要減少 類似像陳怡峰講的 就是一個 林道 讓你可以通過就好了 或者是像那些例行 展業大陸 因為他已經崩降了 你 你越挖越張 越挖越張 因為觀山公務団 他段長 我們前幾天 在跟他做這個生訪 他也是這樣 基層的公務団 其實都知道 不能挖 可是因為有通車的壓力 所以這個就一個拉鋸 真的實在是 但是因為已經 快要九年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 不能夠再 再 繼續的錯下去了 就像那個 146K 就是像 那個牙口那一個 你看 都已經每次做差不多了 又划掉了 一次就整個 不見了 不一點 那個都一次都幾億幾億的 對 所以這樣又浪費錢 然後又沒辦法 我也許大概一個完整的就是 這個是文史紀錄 沒問題 因為你經歷過 對我經歷過 你知道他其他人就不知道 所以就是 等於是你所經歷的一個觀點 這個 無關 是虧 對錯 就是你經歷過 這個就是真的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爸爸的事情 大概麻煩你從小年 因為後來的研究也是說 這麼快 一下子從 縣路山 一下來 那個幾秒 不到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對 那個快的時間就發生 這個透過你的嘴巴 來 來 來 去說一下 我父親 他算是比較倒霉的人物 怎麼說 其實他 他三十幾歲就當賈心香香長 在他那年代 他是少數念大學 他本身是政大財水師 在那個年代 正在政大財水師 就說大概八八峰在前後吧 我父親的同學 大概就是 有金控董事長啊 台灣銀行的董事長啊 中小氣營的董事長 總經理 大概都是我父親同學 然後 我父親為什麼會回賈心 應該是說 他 他 對地方太愛了 所以 他 畢業之後 當完兵在台塑 然後就離開 就回到地方耕耘 他說他一輩子的目標 就是要當賈心香香長 因為自己的故鄉 可以在他的想法之下 建設完成 是他的夢想 所以 父親 大概三十幾歲 就當了鄉長 當了八年 就退下來了 然後 後來又去工作 工作退休 已經含一弄生了 鄉民又希望他出來選 然後 我們當子女的都很反對啦 但是 他有他的考量啊 一些人情壓力 所以他又答應人 又選了一次鄉長 然後沒有想到 在那一個任期 就碰到八八福災 我父親是一個非常 一板一眼 當然他也有一些壞毛病啊 他會 他會 打打小排啊 對不對 然後 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人啊 但是他在公司上面 我覺得他 非常的強勢 鄉下地方 剛剛 鄉長 大概就是 比較指標的人物嘛 然後 我們家人是被命令不准 進到鄉公所 不要說什麼 鄉長家人包工程啊 不可能 我們家連公所都進不了了 我記得 我女兒大概一歲多 有一次騎摩托車 我就在他街上繞 然後 我女兒一直跟我講 爺爺爺爺爺 然後看到我父親 騎摩托車從前面路口過 要進鄉公所 我就抱著女兒 跟在我父親後面 進到鄉公所 我爸爸看到我整個臉 真的滑下來 你來鄉公所做什麼 我沒有啦 你孫在叫你啦 然後他看到我抱著我女兒 才露出一點笑容 然後去把他接手抱過來 他們認為說 你 鄉長是我在幹 跟你們沒關係啦 我們也認為沒錯 我們家人 不會去干涉任何事情 也不會去介入任何事情 所以 這個讓我們在地方上 其實可以頭抬得很高 不怕 人家指指點點 爸爸風災很好玩 他那時候發生前 大概連續下了 好幾天的大雨 我父親打電話給那時候的村長 小林村村長 在路都還通的情況之下 搭給村長 說 欸 船長有你這裡輸了什麼 船長說 不用啦 我們這裡沒事 爸爸風災前一年叫做 卡梅基颱風 其實對小林村造成 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從縣度山 整個土石流下來 整個小林村主要街道上 大概土石流淹的半層樓高 那個時候就有 就半層樓 土石流半層樓 一年前 整整一年前 整整一年前 這個大家都不去探討 在那個時間點 國軍弟兄進來幫忙 半層樓高的土石流不好清啊 我媽媽每天 找著地方的婦女兒 做便當送進去給國軍師 我父親跟小林很好 因為小林人就是 第一個平普族比較多 然後這些人比較樂天之命 然後再來 他離假先是最遠的 所以我父親一直非常照顧那個地方 所以 在卡梅基颱風跟 莫拉克 這一段時間 我父親跟公路局協調 那時候他算是台二十一線 公路局在那一年 還有那時候的縣政府 都幫了很大忙 大概 就花不到一點時間 把整個小林村的排水系統 全部都重新做過 所以到了隔年發生 莫拉克的時候 你看那個雨量比卡梅基還大 可是小林村是不淹水 山上也沒有土石流下來 等於說 至少那一個工程是經得過考驗的嘛 那時候我爸打給村長問他 村長說 沒事我們都沒事 但是麻煩你 派兩部怪手進來 前後各一座橋嘛 因為那個橋比較老舊 有時候你如果山上有比較大的樹枝啊 石頭擋住了 怕排水會出問題 所以我爸派了 就開口契約派了兩部怪手進去 就請當地的司機幫忙 怪手正鎖在兩座橋上 然後如果下面 卡住了 就怪手手一揮 讓他過了就過了 8月8號 大概8月8號 那晚上應該通訊就完全都不行了嘛 你也不曉得 發生什麼情況 但是至少說那時候的回報是 小林是沒有問題 8月9號 發生事情之後 我們這邊反而 沒辦法得到訊息 因為 你通訊交通都不通 後來是直升機進來之後 才有辦法說 把人載出來 才知道整個村被滅掉 大家都崩潰了啦 在那個時間點 因為 這樣的事情 不曾發生過 不只是在賈仙嘛 全台灣其實 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全台灣都沒有 你怎麼會知道說 一個限度山 海拔大概是一千 一千六一千七百公尺的限度山會 做大面積的坍塌 然後不到幾十秒的時間 整個村落就不見了 幸存者講啦 他說 聽到聲音頭這樣看 石頭下來那一剎那 那 房子碰到石頭 好像是你拿 拿石頭來砸豆腐一樣 他說那個一砸到就爆掉了 被大石頭撞到的房子 基本上就是當場就爆掉了 房子被推倒了 被淹沒了 然後 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水壩 這個水壩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會停 所以 那時候的人跟房子都被沖走 那我們後續找到的一些肢體 都是在下游 都在下游找到 後來我們看到的是 沖走之後又連續下了幾天雨 慢慢又滑下來的 那 原本的台二十線是 台二十一線是經過小林村 所以 後來村民都說 不准從原路經過 因為我們的 我的爸爸媽媽在下面 其實 後來才發現這是不對的 公路局 當公路局把路 轉到對岸的時候 其實有在對岸挖到房子 有挖到一些東西 但是人恐怕是沒有繼續往下挖 所以說 表示說整個限度山 下來的那些 就是有把部分的房子 推到對岸 然後擋住之後 大水一爆掉 就是有沖走了一些 還有留一些在 在對岸 然後 我們自己都很多好朋友在裡面 賈先生就一個國中 所以我很多同學啦 一些好朋友都不見 88後 一直在忙這些事情 我父親都在忙這些事情 怎麼樣安置啊 怎麼樣重建啊 然後 還頒獎 印象最好玩的是還頒獎 對我父親頒獎 然後我父親氣得要命 因為那時候 得獎的就是 大概這些受災的鄉村的幾個鄉長 其中一個鄉長 那時候在高雄市 打麻將 想盡辦法要逃進去 因為發生事情 你人不在的話會出事 所以我父親說 這種人也受獎 你叫我跟他受獎 我不願意啊 就派他的秘書去領獎 什麼 有工人員啊 然後 沒有想到後來就開始 監察院要 調查 要彈劾 我父親講 這應該沒事吧 這種天災你要去找人來負責 沒有想到就是真的是他負責 我們也很無奈啦 他看到被彈劾的時候 然後 其實總統 總統有來啦 私底下行程來找他 他講說沒事啦 怎麼樣 講歸講 總統比較不沾鍋 他安慰你一下 跟你講沒事 講一講也 他沒事啦 我父親又有事 大概是 對他人生最大的一個打擊 就是 因為莫拉克他被彈劾 然後 然後 到後來就各種 各種想法 都有 其實當他最難受的是 有一些倖存者的家屬 就是後來用 彈劾這件事情 來指責他 然後要求國賠 他認為說 你鄉長被彈劾了 然後這個叫做公務人員的疏忽 然後因為你的疏忽 導致我們死了 那麼多人 然後要求國賠 應該要國賠五十幾億吧 我父親也很難受啊 其實死的這些人 都是他的好朋友 好兄弟 然後 他們認為要我父親 為這件事情 來 來負責 其實 那時候所有的撤離機制 都是 都是要求所有的人 我們剛剛講前後兩條溪流 整個土石流的撤離 大概就是 溪流左右兩旁 大概都十幾戶的人家 他們要往正中間的 小林國小去集中 那在 在沒有任何 通訊的情況之下 其實 廁守到小林國小 這個行政命令 可以由村長來發布 那以當時候的狀況 其實沒有人會去發布 你要躲來國小 去年的卡梅茲 亂七八糟的經典洛拉克 雨這麼大 溪水什麼都排得非常順暢 我當然是自己的家裡最安全啊 我怎麼可能去跟你躲在國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第二天 8月9號第二天 會有四十多個人可以 倖存的因素之一啊 你如果撤離的話 這四十幾個也都不見了 因為他們就是住在最旁邊 他們就是要進到國小的 這些人也不見 所以沒有撤離是正確的 這些人 才有辦法可以逃 然後 彈河其實 就像我父親講的啊 你臉皮厚一點沒有事啊 那彈河有什麼事 你給我寄過 你給我免職啊 不痛不癢啊 比較可怕的是高雄地檢署 對他提起公主啊 所以彈河通過之後 他說 因為你導致這麼多人死亡 當然我要 我要起訴你啊 那個時候是因為他那個 彈河案成立以後 對然後 所以那一邊就要起訴你 就起訴了 因為是你的關係 導致那麼多人死亡嘛 所以高雄市政府 後來又從日本 後來我們看到 NHK那些資料 大概就是 法院去做的一些 比較深入的一些報導 然後去稅籍的資料 會比較更詳細一點 然後後來就 不起訴處分嘛 因為他 地檢署就 認為說這個就是完全天災 是無可抗拒的天災 就不起訴你啊 然後父親那時候鬆一口氣啊 但是他心裡還是很難過啦 因為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報導 其實 我想那些媒體記者 之前跟你 爸爸他其實是 互動還以相當好 所以 很多都說 自從那件事情後 你爸爸就 好像都在家裡摸摸 重重 什麼啊 好像就 就感覺上 他們覺得 好像你爸爸 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那麼開朗 好像 不然就整個完全 整個一直消聲 對 所以跟他後來往生 應該有 很大的直接關係 後來肺癌 這些 都有關係啊 因為癌症本來也是 心情因素很大 對 心情因素很大 所以因為 那個沒有起訴 然後後來國培 也沒有成立 他有比較輕鬆 但是國培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 還在打嘛 他 我反而覺得國培是 對他是最大的傷害 尤其是 當那些人指責說 就是因為你想長的疏失 導致我們長輩死亡 呃 第一個在小林村 我爸那時候講 他說 他說 舉例來講 我如果可以在8月8號 可以預知明天會發生的事情 我去叫你們走 你今天看到我是要下跪 我是神啊 我不是人啊 對不對 你這些什麼總統監察院 我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裡了 我已經成佛了 我可以預知明天要發生這麼多事情 事實上我們用正常人的角度來講 第一個 你說 香港沒有派車去接 欸 五百個人 我們整個社會 沒有這樣的機制 五百個怎麼接 你不要說路有沒有通 斷不斷的問題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接 第二個 接出來之後 你要安置在哪裡 你不要跟我講 那些避難所 那些避難所都是爸爸之後才成立的 爸爸之前 全台灣沒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大家事後諸葛 大家會去講 你為什麼沒有派車才能載出來 你為什麼沒見出來 健常的情況之下 即使我預知到了 我要去叫你走 你都不見得要走 就是這樣子啊 很簡單啊 你不能夠拿事後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你靠到前面來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在想 就是因為 你爸爸這個事件 所以後來的任何風災 像我們台東那裡 力道 第一個 現撤磚 以前根本撤不掉 對啊 一些預警性的 撤磚 全部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還不瞞您說 高雄市政 那個 法院 為了定我爸的罪 甚至把他過去當鄉長所有的 紀錄全部打出來 有土石流房在演習啊 什麼演習啊 全部釣出來 看紀錄 結果你就是碰到一個 非常一板一眼的鄉長 我爸所有的演習都到 所有的照片都有 我就讓你看 我並沒有說 因為我鄉長 我就是給你推託嘛 然後搞到後來 真的沒辦法 連那個什麼 一個吊橋 少了十公分 前一個鄉長 手上做的 可是就是 我爸爸接替鄉長的時候 在他手上 是 空橋的 驗收的 然後 一個吊橋 大概是三層樓高 四層樓高 後來說 這個橋少十公分 從 基座到頂端 少十公分 然後說我爸 上下騎手 我爸說我到的時候已經好了 只是在 我 空橋而已 那我當一個鄉長 為什麼我還要去知道他少十公分 他做好之後我要拿紙去量他嗎 就用各種理由 其實就是用各種理由 要把他給 看能不能關一下 幹嘛 關場 現行地 出了問題 就是找一個 真的是屁死鬼 對啊 他自己也看得開大 但是我們子女看不開 後來 後來 我爸卸任 我爸 很好玩 那時候 那時候被撤職滿一週年之後 要負職喔 他不是永遠撤職喔 要負職 然後說要把我爸 付到 高雄市博稅局 當一個 八職等還是九職等的職員 我跟我哥氣得要命 我跟我爸說 你千萬不要 我爸說我就負職啊 負職一個月我就辦退休 我退休金可能也算是一百萬啊 我說其實一百萬我可以給你啦 你不要去 為什麼 你同學剛從國稅局局長退休 就你進去當那種最 最入門的職員 然後去幹嘛 去訂便當喔 訂料 後來他也被我們說服了 他說好 那不去的 算了 所以 像你 雖然是發送在你爸爸 身上 但就是這樣 對於做子女的來講 你其實 應該也是受到相當的衝擊 應該是說一輩子 這輩子不會忘記啦 我也跟我女兒 我女兒現在很小 我會跟他講 他有時候 講到我爸我會掉眼淚 他說你在哭什麼 我說你 再大一點 爸爸會跟你講 什麼事情發生在爺爺身上 你要記住 像我現在聽起來 當然因為已經是 終究是算過去了 所以基本上 已經算是比較 揮別過去那種陰謀 所以那個 那個是永遠在 那個不可能 都在 因為他真的是會永遠在 所以 你從怎麼樣 做調整 心態上 或者是 只是因為時間的經過 慢慢的 稍微有充態 當然 你是 你是 多久以前的寫一篇 你爸爸有關那個 我那時候 有看 應該是說 你 你 你不會忘記 但是你 選擇性的把它 纏起來 因為 你日子還是要過 我被 我被一個 一個 一個長輩 一個前輩啦 他以前是華視新聞 華視新聞雜誌的 一個 製作人 一個 張桂月 在記者界也是 算非常有名的 他 他在八八豐災之後 他創立了一本 一本週刊 叫做巴爾幹週刊 就是 有關於巴爾幹半島的一些事情 然後 也因緣際會來到賈尖 他認識我父親 然後 跟我父親寫了一篇 發生事情之後的文章 然後 之後 他對這件事情很積極 他一直認為說 我們當子女的 你要用一輩子的力量 替 為你父親去 去翻盤 去幹嘛 我說 我們都記者欣賞 但是 我們其實是個小人物 我們 沒有辦法 跟整個體制去衝撞 我們背後 都有 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員工 有自己的社會責任 要去承擔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像 狠砸勾血一樣 去總統府 前面埋鍋招飯 然後要你去幹嘛 我說 但是 這個事情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也希望說 有朝一日可以去平反 但是 我覺得 機會渺茫 工務人員 不會閒著沒事幹 因為 我們 根據我們在官場上 看了這麼久 除非我今天 當上的某個 民意代表了 這個東西 才有翻案的可能 還不能是小民意代表 可能要當到立委 啊 當到市長啊 然後 你 拿到的話語權之後 你才有翻案的可能 這 這有什麼好方案 你就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棋盤上面的 一個 小 小棋子啊 你這樣想 其實放下來 因為 有時候 我今天其實也會想說 請你把這一段 透過你嘴巴在口述一遍 就是讓他留下一些 文史紀錄 因為過去 新聞來 通常都只有 反而 一點點 一個片段 沒有前因後果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只有一點點 那還好 那時候所有的媒體 我好像 完全看到 都是站在 你爸爸這一邊 對於監 監察院 或者是 那個不起訴 那個部分 可能都是站這一邊 所以 這本身已經留下一些紀錄 那因為這個東西 你怎麼去擠證 那個實在是 邵昌平跟黃黃熊 這兩個人 來到了賈仙之後 他們根本沒有進到小林村 他們唯一的聯絡窗口 就是後來一個 小林自助 自助會 來自助會的一個 會長 叫蔡松玉 然後 蔡松玉就是 是當初一直說 為什麼我父親沒有派車去 把他 父母親 借出來的人 所以當然 我相信 他在 趙昌雄或 趙昌平黃黃熊的 判決上面 他可能也起了一點作用 就是 去 彈劾我父親這一塊 然後 後來我爸確定被彈劾之後 鄉民其實很憤恨不平啦 然後 然後 地方人士就希望是由我 帶隊 然後去 去 台北抗議 然後 我大概帶了兩三百個人吧 就五六台遊覽車 然後我們去到台北 去監察院 去抗議 那時候是王建軒 然後 我父親跟國民黨幾位委員 非常好 就大概有四五位立法委員 去 陪我們去抗議 那在監察院 王建軒院長他堅持不下來 他就是本身算聖人 那我不跟你們這些凡夫俗子狡迫 他也不下來 然後 那時候是地方立委是中少和先生 中先生就 他是立委 所以他可以 他就帶了其他立委去跟 就黃昭順委員啊 這些人 楊瓊英啊 這些人去 去他辦公室跟他談 還沒幾分鐘下來 哇那個 中委員 很氣啊 在那邊罵三字經啊 他說 王建軒跟他講 說你們這些鄉下人 從高雄 一路上來 現在才早上九點嘛 你們四五點就從高雄下來嗎 我就跟你們耗嘛 等一下就肚子餓你們就散 他也一副 不理你啊 後來也是很無奈啦 就當然是口號 呼一呼罵一罵不爽 他不理你 民不與官鬥嘛 官不理你 你想鬥你也鬥不了 然後就離開了 呃 好處是 好事是 其實我們去抗議回來之後 有 有 我沒記錯大概有兩個監裁委員 他們 他們覺得 不對勁 所以他們兩個又自己又 下來了一次 然後我父親知道他們要下來 我父親自己的避嫌嘛 就 就 然後 他們整個下來的調查的過程也沒跟公所聯絡啦 然後我記得應該就是救難大隊 但是我爸就拜託救難協會跟小林人說 麻煩你們要把監察委員帶到小林村的遺址 你不要站在上面高高的看 沒有用 帶下去吧 把他們帶到下面去 最後監察委員下去的時候 站在大石頭旁邊 他借了別人的電話打電話給我父親 跟我父親道歉 他不敢用自己的電話打 鄉長我們現在在這邊的話 我們來到現場 到了現場 我私底下要跟你說對不起 這個不是人力有辦法去做任何改變的 你說這些是持癌的公道 算是 但是在 在書面上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你說包括我父親後來生病 初病那天 總統也來嘛 總統還上香 然後 我們也遞了陳情書給他 就說我父親眼睛 閉上 閉上的那一刻 其實他心裡面 對這件事情 他是沒辦法放下 然後馬總統也說 我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要給你們一個公道 然後 他身邊很多人 包括我父親的朋友都說 你如果以古代來講 皇帝在你爸爸貴心 來到你家 在你爸爸裡面 就表示說 你們爸爸是前輩的 我說那是煙鬼 我知道可以像228 受難者家屬這樣 我要平反出 更何況228 那麼久的事情 你甚至連 連死料都沒有了 我父親的事情發生在我眼前 這對家 對家人來講 這一輩子忘不了 怎麼可能忘記 是啊 這個衝擊 當然是 一般人碰不到這樣的 一般人碰不到 這麼曲折的 對 就人家講的 還在領獎而已 然後過幾天 什麼都被彈劾 然後更好玩的是 就是後來 後來 就大概一年前吧 莫名其妙又要頒獎 又是莫拉克有工人員 叫我去鄉公所 我肚子氣 我去到鄉公所 然後 我臉色很難看啊 我說 我說你不知道我爸是誰嗎 他說 你知道劉鄉長怎麼樣 我說你現在來頒這個獎給他 人都死了 然後被彈劾了 然後你現在又說他有工 我搞不懂啊 你當子女的 我說如果今天我爸還在 我爸會來領這個獎啦 因為他的確 他做了很多事情 在發生前 他做了很多 發生後他做了更多 他會覺得這個獎 他 他受之無愧啦 他會領啊 我說我當子女的 我沒辦法領啊 我說我就看到你們 當我父親耳光 然後現在跟他摸頭 又要給他頭 給他糖吃 他死了 他如果在 我們當子女的 不能為他決定 我說他不在的 我就領啊 今天區長叫我來到相公所 我來了 我距領我不領 唉 講到其實真的是很 很 蠻瘦啦 雖然 過了很多年 但是在家屬心目中 這個委屈我也會跟我女兒講啊 然後我也希望我女兒跟他 跟他小孩講啊 說你們家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這古代的冤獄一樣 只是說沒有被關 可是你是對他的整個人 整個人格做的最大的一個抹煞嗎 就算是很難的 是 是